以后来看这个好多蒲公银呢 好大一片的这一片 后面一望无际啊 太壮观了这个蒲公银 真的 但是这种老的就吃不了了 那是当种的 剩下的那些都可以吃 哇天啊 哎呦我真的 我勾起我儿子的回忆 我能一直演起 我有一十年起 拍一下拍一下 刚刚摄影师没追上 那么大一只业绩 好大 它夹着尾巴尾巴长了 一下就飞着了 好漂亮 就在我这根茎儿 然后咱们今天 我吃饭的时候 我当时很快 在那儿真的 我特别喜欢烧烧 哎呀我真的 我想说 在业绩里就挖这种 公营啊 还有那个鸡菜啊 我都会那边老家 也挺多吃鸡 这全是花庄 哇 这个野地里啊 风真的是大呀 一直在垂 看一下 这一片蒲公营啊 人说就不摘了 就流有种的 然后它就飘 飘到它的生命力很文强 飘到哪里哪里 就是我的家 小时候学课 我都学过 这一片都是啊 因为他每年做这个 他说这个时候 就是吃蒲公营饺饺的季节 他们卖得非常快 他家啊 主要就是做野菜的饺子 有蒲公营馅的饺子 还有季菜饺子 还有叫什么菜的啊 有好几种全是野菜 哇 现在咱们还可以找到这种 这种产品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因为现在很多咱们做饺子 外边都是做 用到普通的一些食材啊 一些蔬菜很少用野菜的啊 大家没有吃过野菜饺子呢 有不同口味的 你下蛋你试一下 真的很鲜 很好吃 没想到在地里 发现一颗野葱 这个葱长得好漂亮 哇 好漂亮 飘得好高 我帮他阿姨的家 飘到哪里哪里 你快看 这个黄瓜好漂亮啊 好看又好吃 重点 咱这个饺子是没有添加 零添加无添加的 我们在市面上看一下那饺子的配料表是什么 这个配料表只有桌菜的野条了 是一款健康的食饺子 而且是纯大自然的味道 野菜饺子好多人没有吃过 咱趁着这机会一定要试一下 紫云帮大家瘦远把关放心 然后呢是顺风冷炼包药 价钱非常的实在 太便宜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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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